在2003年CIA一次性公布了一大波曾经乘封的机密资料 里面有各种CIA做的见不得人的安藏狗的 就在各路人马都在嘲笑和分析CIA的这些机密资料里面提到的事情的时候 有的网友却注意到这几个G的资料里面有一份不到30页的资料 这个资料的名字叫做The Gateway Process 这个文件是由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麦克唐纳上校在1983年6月9号撰写并提交的 他对这个The Gateway Process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这个文件涉及了人类的意识的本质和功能 时间维度的特征 以及人类意识如何超越维度时空来实现军事目的的整个过程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份CIA的机密报告 The Gateway Process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不音的up主 旁边是道学者 小仙 不应该是道姑吗 我觉得这么说不太好嘛 首先这是一份非常奇特的军事报告 我都不敢相信它居然被公开了 The Gateway Process一开始是美国陆军的一项研究 美国陆军希望借由灵魂出窍这种玄学办法 去刺探其他国家的情报 The Gateway Process就是 讲的如何让灵魂出窍的一个进程或者一个流程 这个方法在1970年代备受美国军方重视 因为这个方法几乎是一种安全的而且毫无破绽的刺探方法 你总不可能请个法师把那个灵魂禁锢住吗 对不对 我觉得有可能已经在做这种部署了 那我跟你讲 所以在1970年代美国陆军投资了2000万美元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 而这份报告就是这份研究的一部分以及公开的成果 但是这份报告其实更像一份学术研究 而不像一份军事报告 报告说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The Gateway Process的流程方法 让自己的灵魂出窍去探索其他唯独的世界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什么超自然神秘学 或者新时代的胡扯 我相信大家可能听到这也会这么觉得 其实连写这个报告的麦克唐纳善校本人也是这么觉得的 他也觉得这个报告有点很难让一个在科学熏陶下的人幸福 所以报告的一开始 他就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方法 麦克唐纳引用了很多物理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学家的论文和理论 从量子力学和弦论等科学方法来说明人类的意识是什么 人类的灵魂是可以离开肉体的 在报告中 麦克唐纳表示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它们是由能量组成的 这种能量是一种可变化的东西 同时它在快速的震动 从最大的星球到最小的原子都是由这个能量的这种震动构成的 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我们的大脑的意识也是由这种能量组成的 它们和我们周围的宇宙相互影响 但我们不能看到或者感受到这种能量 或者说我们只能看到或者感受到这种能量的一部分 就像收音机一样 同一个时刻一个收音机只能听到一个频道 而不是所有频道 我们大脑就像这个收音机 同一时间它只能接收或者转换一种能量 让我们感受到形状颜色声音味道或者触感 但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所有的阵线 只是大脑这个收音机通过能量转换 让我们的脑电波或者我们身体的能量 阵伏和外界的能量阵伏先协调 先是协正让我们产生的一种幻觉 但是通过The Gateway Process这种训练方法 可以让我们突破这个限制 教授我们打开大脑的通道 让我们进入不同的现实状态 让我们超越时空和空间 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做到这一点 而且不复杂 不需要激活我们的什么松果体 或者花个很多年时间在一个寺庙里面进行修行 也不需要神秘的导师或者特殊的药物 只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耳机就可以了 非常好的耳机 对 一定要非常好的耳机 就是它能够什么力提升 然后它的隔音效果比较好 对 第一 它是隔音效果要一定很好 第二 它要能发出非常准确的赫兹的声音 好 这就来到了报告的第二部分了 就是如何让自己通过音乐灵魂出窍 这一部分需要利用到一种叫做HemiSync的技术 实现灵魂出窍 这种技术的串意就是来自一个广播制作人 罗伯特·门罗 罗伯特·门罗是1950年左右的一个音乐广播制作人 他自己做了一系列关于声音的实验以后 突然有一天成立了一个叫做意识研究所的地方 至今这个研究所还存在于世界上 其实灵魂出窍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主要用到两种技术 第一种是频率跟随响应 简称FFR 第二种技术叫做双耳节拍 FFR是一种神经现象 指的是当大脑听到一种与大脑运作时 某个频率近似的声音时 大脑会试图通过调整自己的脑波输出来模仿相同的频率模式 这样大脑就可以进入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比如说放松 睡眠 学习等等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对 这个我很有感触 是吗 对 怎么个感触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工作或者学习 没办法投入的时候 我就会听某一首歌 不答案不答话 听某一首音乐 歌 音乐 对 然后我一听那个音乐不到30秒 我就能进入心流状态 就可以极大的集中注意力 然后一直到工作的最后 那其实你是很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对 我不是 你不是 我不能 我需要听很长时间的这个 对 所以我容易受影响 你可以边听边工作边学习 然后我就不行 我就必须只能工作或者只能学习 我不能边听什么东西 我除了听这种音乐之外都不行 对 其实这种音乐的战俘 或者说它的这个声音节拍 很容易把你的大脑引入到你的大脑的那种工作状态的那种去 那如果我换一种 我把这个音乐换成一种适合你的大脑运行到灵魂出窍状态的这种音乐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产生灵魂出窍的这种情况 不需要 对 有可能 同理 对 同理的 FFR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不需要主动的去集中注意力或者你需要多大的意志力 你只要听 放松的听就可以 FFR可以通过测量大脑对周期性和近似性的听觉刺激产生诱发电位来检测 这个是需要大脑检测的 因此如果一个人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 但是听到接近θ水平的脑波输出的声音频率的时候 那么他的大脑就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脑波模式 从工作的β水平到睡眠的θ水平 由于θ水平与睡眠相关 所以人们可以进入一种清醒的睡眠状态 这就完成了灵魂出窍的第一步 然后就要用到第二个技术 双耳节拍 双耳节拍是一种大脑对声音频率的处理能力 指的是当大脑在两只耳朵分别听到两个不同频率的声音的时候 大脑不会听到两个声音本身 而是听到它们之间的差异 即节拍的频率 例如 如果左耳听到一个400赫兹的声音 右耳听到一个410赫兹的声音 那么大脑会听到的不是400和410赫兹的声音 而是听到10赫兹的节拍声音 这种节拍声音是大脑内部产生的 不是外界真实存在的 这种能力就可以用于改变大脑的脑波输出和意识状态 在报告中 麦克坦娜说 The Gateway Process这个系统使用这两种音频技术 目的就是让大脑的左半球放松 让身体进入一种虚拟的睡眠状态 因为平时你的左脑负责逻辑分析 右脑负责情感和创造 在接受这个信息之前 你的左脑会看一看信息 它们会顾虑到这个信息 并且试图理解这些信息 但是当你的右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它会很高兴的吸收和接纳这些信息 通过声音放松左脑 让大脑放松的时候 那么脑电波的振幅和频率 就可以被推得很高 非常高 你的脑电波振幅变得越来越小 当你的脑电波振幅 小到一定距离以下的时候 一个咔嚓声 你就脱离了时空 你就进入了那个我们平时无法进入的高危世界 弄逼啊 咋了 我感觉这个解释很弄逼啊 就一般的人类只有通过肉体的死亡才能够脱离 然后他居然发现了用音乐的某一个方式 一个赫兹差 可以帮助灵魂脱离肉体 现在就报告的第二部分就结束了 如何进入灵魂出窍的状态 或者如何进入高危世界 那么进入第三部分 根据麦克塔纳 总结了多位受试者回到自己身体后 对高维度的描述以后 他总结说 我们现在只看到了真实时空维度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好 我们先来看看麦克塔纳在这个报告里面画的一幅图 好 这个波就代表了我们平时的脑电波 一个波嘛 对吧 你可以理解成能量波或者意识波 随你怎么样理解 都可以 在这个图中你可以看到 波被分成了多个部分 波的中间这部分 就是10的负33次翻 到10的负33次翻 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 也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世界 而波的正幅 10的负33次翻 以外到无限符号这段 这个区域 这两个狭窄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实之外的另外一些维度 或者就是我们称的高维世界 当我们的脑波能量提高 我们的脑波正幅小于这个距离的时候 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部分 就是高维世界 我们就能去完那个高维世界 但是这里面注意 无限符号之外 这个波的顶部和底部还存在 就这一小部分 是波在改变震动的方向 对不对 你注意看那个图是不是 对 对 对 波在改动震幅的方向 而且它是在无限之外改变震幅的方向 波的能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短暂的停留和转向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有维度世界的原点和终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在波的震动过程中 这是波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同时也是一个波的起点和终点 物理学家将这个点或者这种无限状态的能量称之为绝对状态下的能量 或者绝对 根据我刚才说的 这个绝对是在无限之外的 所以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限制 因为这个能量是停止的 它在这个地方停留在这一点 它在转向 它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力量 具有意识能力 但是不能被活跃宇宙中的运动的意识所感知 因此绝对状态的能量是没有开始 没有尽头 没有位置 它是完全禁止的 绝对是一个波的起点和终点 同时绝对也是世界本源的一切的起点 也是一切的终点 我们出生的时候 意识能量从绝对里诞生 我们在地球上度过我们的时光 然后我们的意识回到绝对里面去 完成循环 在绝对里我们有集体的意识 但同时在绝对里我们也保留个人的身份 简而言之 我们的世界在高维中被创造 而绝对则是存在于所有维度之上 无所不在的有意识的能量绝对创造了所有东西 同时我们也创造了绝对 以上就是我对麦克塔纳上校关于时间维度自我意识等东西论述的一个总结和自己的理解的在表述 这个东西的这一段话其实充满了我自己的理解 也充满了很多不足和错误 或者大家可以给我一个转评赞 以示鼓励一下 我也会把报告的原文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 自己去感受一下 在报告的这部分最后 麦克塔纳上校也意识到了我同样意识到的一个点 就是报告中说 这个绝对的概念与东方宗教里 尤其是中国早在两千年前提出的道的概念极其相似 在《道德经》的第一章最初里面就写道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事 有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席 此两者同出而异明 同为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道 可以命名的明不是永恒不变的明 无形无相的道是天地的始源 有形有相的明是万物的母亲 所以常保持无欲无为的状态 可以观察到道的奥妙 常保持有欲有为的状态 可以观察到明的边界 这两种状态同样都是从道中产生出来 但是有不同的名称 如果这两段话和我刚才说的绝对的那一段的概念 相比较 大家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我们有两种状态 超越现实的高维度状态和现实状态 现实状态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明的现实 而高维度状态则有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无明的道 也就是绝对的状态 the gateway process可能就是将我们提升到一个高维状态 让我们更多的接近这个无欲无求 万物起源与万物终结的道的状态 我现在要讲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但这个奇怪的地方并不是来自于报告 而是来自于报告之外的地方 以上就是报告前24页的内容 整个报告一共26页 然而CIA公开的报告中缺少了第25页 18年以来 人们一直在向CIA施压要求得到失踪的那一页 也就是第25页 但是CIA自己一直坚称自己没有那个第25页 但是在2021年Voice发表了一篇关于网关文件的文章 也就是关于the gateway process的文章 提到了关于缺少的那一页 几天后 门罗研究所公布了完整的the gateway process的报告 包括了那个神秘失踪的第25页 在第25页里 麦克塔纳说 the gateway process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无论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宗教或者文化背景中 都可以帮助他们真正的了解到自己和宇宙的本质 麦克塔纳上校认为 古代神秘主义者 也就是古代创立这些各种宗教的学者们 尤其是东方创立道教的学者们 凭直觉就能理解宇宙的真相 而网关过程则充分的证明了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 他指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这个道的集体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积累经验相互学习体验人生 并最终将我们学习到的体验到的知识 带回到我们出生的能量之中 也就是带回到那个道之中 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个普遍的意义 那我们就能从个人生活的各种欲望的监狱中解放出来 并且意识到我们在基本层面上都是一样的 尽管麦克塔娜最终还是回到了讨论灵魂出窍 在军事战略和情报收集方面的实际应用 但他的 也是为预告服务了 没办法啊 人家出钱了 谁出钱谁说了算 对啊 但他的报告表明 他相信这个the gateway process的力量 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局限 他可能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 最终的应用不仅仅是窃取情报 这一个 这只是为了自己的资本方 对对对对 但是他的成果的价值绝不仅仅一次 是的 是的 就是 整个文件26页 只有第25页的最后一部分 写了关于军事用途 其他的都没用 他可能心里也是拒绝的 没办法 他的心里面认为这种方式是可以让人类 从现在的这个 纷繁复杂欲望横流的世界中 提出解脱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努力的想去把这个报告写成这样 让CIA明白说是这个东西的意义 但是不得不说 甲帆爸爸还是甲帆爸爸 他还是先满足一下 尽管这个文件就是这个文件虽然发表出来 好像是说是这个文件就是完整的了 但是整个文件读起来 还是像中央情报局CIA删掉了一部分 并且隐藏了一些细节 很多地方读起来让人很费解 有很多地方读起来都不是那么连贯 不过就现在来看我们能读到的地方也已经很惊人了 那么各位对get away process流程有什么看法 你想尝试一下吗 但是我还是要说在尝试之前 你应该知道报告里还是提到了 这种方式有很多的风险 许多参与实验者的人说 他们已经进入了那个更高层的更高维度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整个过程和经历以后 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据报告称 很多受试者他们在接受了这个实验以后 他们日常生活中表现的更有自我意识 更有创造力 做事情更加调理清晰 治山甚至都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但是另一些参与实验的人 则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抑郁 甚至非常罕见的精神疾病病 甚至有的受试者表示 他们在受试过程中失去了控制迷失的方向 找不到回来的路的情况 虽然说这一样绝对的负面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但是仍然会发生 可能我觉得和受试者本身的能量高低有关 有可能 现在没有办法去证明它 现在唯一有办法证明这些东西的人 就是联系麦克唐纳上校本人 他现在80多岁了 还活着 退休了 还有他的邮箱地址 对 据我所知呢 他麦克唐纳上校再也没有写过 关于The Getaway Process的文章 但是 说实话 我真的很想去问问他 他对The Getaway Process的看法 他是否真的相信 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尝试过 如果他尝试过 他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非常希望问他 是否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害怕死亡 或者说 他是否真的渴望回到那个绝对的世界里面去 把他的经验贡献给我们的集体意识 当他在这个世界的时间接近尾声的时候 对于来世的了解是否能给他也带来平静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告诉我说是 他去过了一个世界 没有什么好怕的 The Getaway Process是真实的 有用的 我们的意识是无限的 当我们死去的时候 我们的能量又回到了绝对里去 我们可以实现轮回转世 对 这和我们佛教讲的轮回转世是一样 但是 其实 拿佛教的一些思想 可以去对他进行一个弥补 或者是补充性的理解 就是 要进入到那个集体意识当中 要进入到高危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和你就像我们佛教讲的修行 你此生修行不是去寺庙叫修行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那你做好事 对吧 不要随意的去伤害别人 伤害别的生命 其实这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然后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 你可以去帮助别人 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那你真的这样把锦按照你的命运 你走完这一生之后 你才有可能进入到那样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说伤害别人 或者说 甚至就是杀掉 犯杀生戒 这种东西的话 我估计 你不太可能能够进入到一个 为众生智慧做贡献的高危状态 很有可能去我们佛教授的恶鬼道 地狱道去 其实你说这个给我一个启发了 这个the getaway process 最后提到绝对 不是刚才我也说了吗 它和我们所说的道是非常像的 这个道和这个绝对都有共同的特征 它是所有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的归宿 对 它没有想 也就是它没有欲望 但是它又随时都去想 对吧 像你说的这些什么杀生也好 贪婪也好 这些就是贪嗔痴嘛 我们都称 贪嗔痴嘛 对吧 但其实这贪嗔痴本源是什么呢 沉迷于自己的欲望 对 被欲望支配 被欲望所引领的 那么当我们想要回到绝对 和回到这个道里面去 我们就要超脱自己的欲望 就是从我们中间 就是中间这个现实的世界 超脱出来 不能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 我们才能去到那个无限以外的道 无限以外的绝对 所以就跟你说的这就一模一样 被贪嗔痴这些欲望所 引领的人 或者说是被这些贪嗔痴欲望所 被贪嗔痴欲望所控制的人 他就永远会在这个范围内 对 在范围内去波动 波动 只能往下走 对 但是当我们突破了欲望的限制 突破了欲望的控制以后 我们就可能让我们的精神力量更大 能够到无限以外能回到道 对 所以他们不同的受试者会有不同的反应 很可能就是和他们自己的能量高低有 对 这些东西几乎就和我们中国古老宗教哲学里面的 道德经 专子 老子 那是如出一辙了吧 对吧 那到底是绝对 还是道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在某种程度上 the gateway process可以证明灵界或者说是来世的存在 但是科学家们还是希望从科学 从事实的角度去证明以上我们所说的一切 他们想要证明他们想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这是个真理 或者说他们想要科学证明的真理 但如果以上我们所说的绝对也好 道也好和科学想要证明的东西那是一个东西 那不就很神奇了吗 好 谢谢大家